7月19日,众星纷纷悼念郑佩佩 武侠影坛传奇郑佩佩于美国时间17日离世 享年78岁,其经纪公司随后确认了这一消息 并透露她在子女陪伴下平静离世 郑佩佩晚年低调面对病痛 为公开病情,愿将最后时光留给家人 她生前主张丧事减犯 体现了淡薄名利的高尚品格 刘涛率先发文缅怀,以佩佩妈妈 知己妈妈深情称呼 文字间流露出对前辈的敬仰与怀念 张汉发文悼念,相识同行一路 想你了,佩佩姐 举其郑佩佩患罕见病 更决定捐赠大脑 助力医学研究,其无私奉献令人动容 众多明星如周星驰 张凯丽等人纷纷发文悼念 追忆与郑佩佩共度的时光 展现了她作为前辈的深远影响与人格魅力 郑佩佩的一生 从影坛辉煌到家庭风雨 再到晚年的接任与奉献 无不彰显其伟大与不凡 最后,也祝她一路走好吧